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录节目第一季录到现在 我这个台版上写的叫走心 走心 走心收 咱们指着灯 发誓 下面这一段话是 发自内心的真实的感受 好 王老师 你要这么严肃的话 能不能先上厕所 马上回 我也想上厕所 你快去 我们快做的都去一下吧 这三个狼人 来 指灯发誓说说感受 吕炎先说参加喜剧大战的感受 我感觉对节目的感受 就是给我带来 使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我的性格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性格的影响是什么 就是在刚来这个节目的时候 肯定是见到大家 我只说我个人 我肯定是会有一些自卑的 我当时 在我身上展现出来的特性就是 像刺猬 平身语蒙蒙 里边说一个人 当他自卑到一定程度以后 像刺猬一样 我当时就有点这个感觉 在以最强硬的话语 看不起任何的其他人 然后硬顶着 觉得自己特别的厉害 但其实不是 其实后来什么时候 我当第一罗被淘汰以后 我一下子才被打掉了那些坚硬的那些外壳 让我的这个心态 产生了一个大起伏 人有这种就很少的 像我30多了 然后能有这种巨大的起伏 我觉得挺好 这收获太大了 你刚开始来的时候 你说你刺猬状态那时候 你说你最用最强硬的语言去 去攻击所有人 去攻击所有人 都攻击了谁 很多 比如说李栋他们的那个常山赵子龙 看不上 这个太烂了 但我记得 吕妍给我第一次特别深刻的印象 就是当时我俩 我说第一次博客相见的时候 我们俩好 谁来自我介绍 吕妍说这一看长得就不好笑 说俩长得一看这不是好笑 是土豆说的 但我那个是幽默 是幽默 太认真了 太认真了 我俩伤坏了 对 后来我俩说 看你俩长得应该挺好笑的 土豆呢 我是交到了很多朋友 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 去年这个时候 就是除了大学同学以外 我在所有的工作时间里 没有交到过一个朋友 也没有任何酒局和社交 我也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话 然后来了这个比赛 像小强 雨光 会撞开我的酒店房门 押着我说出去喝酒 就是一开始特别排斥 喝了几次 就跟大家关系变好了 今天你习惯了被人押出去喝酒这事吗 还是没习惯 其实 这个比赛让我开朗乐观的很多 不然的话 我感觉现在应该还闷在家里 也不和任何人说话 什么话呢 我是 我其实是一个挺容易满足的人 我挺佛的 我报名来以后就跟老师搭上 搭上说工作 我说能参加一轮录制也行 挺好 结果录制的那天我们的分不太好 如果要是没有那几朵花的话 我俩就被淘汰了 我们正好把他们以 比他们低两百分的成绩 把他们三口抵 就是也挺巧的 然后结果进第二轮 第二轮的时候 二人错过的时候 我有点甭 我说纵老师的王子 我说这要第三名 还怎么着 也淘汰 我说那也行 录了两期也挺好 就是一直都是 都挺好的心态 其实挺想感谢我们 对这些朋友们 就是大家每个人都聚好 每个人都聚包容 就是大家真的就是像大学一样 就是很有感情 就是非常感谢这个比赛 能认识大家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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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很感谢这个 完了 完了 起劲了 来吧 该说说 总有这么一天的 你多瞅 你旁边李飞两眼 就能缓解 我也挺惊认的 其实 好多了吧 看完更想哭了 好一点 好多 这么立竿见影吗 下来了 我也是很感谢 这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因为 参加完这个比赛之后 我变得开心了 然后开朗了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好像 我觉得我自己变小了 变幼稚了 变幼稚了 这一点就很开心 可能 我觉得每个人 一开始都是真的 可能是因为 太怕 失去了 所以可能会收起很多 自己的棱角 我可能跟那个 吴远老师 恰恰相反 就是我原来收起自己的棱角 通过这个比赛 我觉得我好像 又找寻了真实自己 然后这种感觉 我觉得特别开心 然后我觉得我们战队的人 真的对我都特别好 嗯 嗯 实在说的我还挺那什么 就是 就是一个人只有 有安全感了 他那个 那个壳就 就会 就撂下来了 然后原来有 那个棱角就 就出来了 要不然其实 人最圆滑的时候 是人 是人最 没有安全感 是啊 生怕受伤 也生怕伤了别人的 那个时候 嗯 那我 我是怎么失去安全感了 安全感也没想 你们俩自己最喜欢的 作品是哪个 我们俩自己的吗 我们俩自己的吗 背靠背的说 能说到一块去吗 能 321是吗 321 221 爱人收过 爱人收过 哎呦回去 一身冷汗 我还行 我就吃了个别的 这可啥是 你谁呢 我 我是 我来的时候 我棱角太分明了 喜剧的笑不行 嗯 因为我们来之前 我谁也看不上 来的时候 我就说 这专业演员 能演喜剧 演不了 蒋龙我认识 他演不了喜剧 那个什么 土豆驴 我这没路过节目 这也不行 看不上 史特这王浩这都演正剧的 他演不了喜剧 他说蒋世萌 这个行 这厉害 这是演喜剧的 因为一直有一个 固有思维 就是你喜剧 就得喜剧演员来打 你专业演员来打 你干不了 后来看一次展演 我得马寨太厉害了 这怎么比啊 这个 后来完了 就通过这个比赛 他把你这个思维 一步一步给你打破 人家演的确实比你好 你 因为他们演的太正了 所以我们稍微歪一点 那就是刷狗头子 就跟别人就完全不一样 但是其实这么多年 我们在别的节目里 我们都算正常的都算 但是我们一直以为 他就应该这么演 对 后来就你感觉 撒尔风格就越来越离奇 宋忠子就一个 不会玩喜剧结构的人 非要去聊喜剧结构 远起来 我说你就不会 你就变研究了 他说你看杀手不太冷 他有 他有 里边吧 对 他有才艺 他在说才艺咱来不了 完了人家的结构是什么 大巴车 你看 人家那么好笑 他也被淘汰了 说咱们是一挂子 一点一点就你自己熟悉的风格 然后就慢慢地 就被自己的思想侵蚀了 然后自己又不知道 按什么方式来 所以后两轮表现都不是很好 在我们三个每个人 彼此心里都有波动 因为我没想到咱们节目 能做这么好 我们三个 我们三个路过很多节目 在我们原来这种效果中 仨都在效果 效果称我们仨为化肥三少 去哪儿就是肯定给那个节目就压下去了 所以你们仨不能同时出现 后来来之前调侃 说米威敢找我们仨也是胆儿真大 对 但是没形式他能做这么好 所以有第二季我还是想玩 就很喜欢三个 对 都喜欢三个 李飞 宋慕子 文俊王那一战 你们仨就是想乐 你出来都不行了 对 你们仨甚至就不用讲话 是最好笑的三个主角 我们女友来的想致敬一下你们来的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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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萌呢 我 我还说 我 其实我来 来参加一年一度许体大赛是 对对对 对对对 那个 其实是有点摸不着头脑 因为来之后就是从workshop 然后一直到后面一期一期录下来 总会说sketch 然后像其实就是我呀 我应该是属于最最老的那种 就是传统小片 然后完全不是在我自己的那个舒适区里面 不是在舒适区里面 所以就是敢输出但是不敢做决定 就是在整个的创牌过程当中 这个其实挺可怕的 因为以前在上别的节目 我跟我的搭档啊 我就说就这么来 对 会有battle 我俩哪怕吵架 最后就是因为作品吵啊 最后但肯定能定下来 在这里面疯狂输出 输出完了之后这边蒋龙就说了 不行 你那太传统了 你那太小品了 你那不是sketch 你要玩的game点是什么 然后就是 就是问几次之后呢 也容易给问蒙了 不行 问蒙了之后呢 其实啊 会有一点点 找不准自己的定位了 我也不知道咋的 我们组不到 到现在也不知道 是我的问题 还是夜流的问题 就是每一轮极限之夜 都有我俩 每一天 就是眼睁睁地看着 我们那个悟空也是 晚上十点说 你们回去卸个妆洗个澡吧 我们约定啊 你们可以睡一个小时 我们凌晨一点 在排练听见 我们就在井里面 然后有一回跟那个 六兽聊天 我们在一起聊 他说就是看悟空的时候 觉得我们仨在那个井里面 排的时候 那股的韧劲啊 不知道是哪来的 然后后来我知道了一件事 就是其实我们三个 特别想证明给某一个人看 但是那个人就是 他再也看不到了 嗯 就是那股的劲儿 会 就是不管咋的 咱也得咬牙吧 把这事咱给坚持下来干下来 我咱也不知道咱那么巧 就真是很巧 谁啊 是我们仨的父亲都不在了 就是有的时候特别想证明给他看 但是他已经看不到 就是很想咬着牙也 把这个事给干 有骨子那个劲儿在 对 我爸也快被我眼眉了 没事 在三亚等着你呢 张志同学 我最后我最不会说话的 我 最后我说 你先说 我说的时候你帮我一下 帮我 不是真的 因为我感觉我有好多话 嗯 我想说 但是我就不太会表达 慢慢说 我觉得这个 参加这个比赛最大的感受就是 就是 好多事都是没想到 或者是想不到 就想 有时候就是问我 为什么来这个喜剧大赛怎么来的 最开始真的就是一个微博私信我 说我是奇葩说 乐队夏天的导演 我看到这我就把那私信已经关了 像 这就是个骗子 那怎么可能会有人找到我 我经常被微信或者什么的就认证 就来问我说去截图跟我说 这是你们公司的 我说是 后来也是朋友看我演舞台剧 他说有这么一个比赛 我说 我说微博一个人给我发了 我说没回人的 就是你回人的一下那是真的 然后我才来这个比赛 其实我特别紧张 因为觉得自己之前就是 一直在演舞台剧 就没怎么见过世面 一想到又来这儿 就贼紧张 那天那个我们的导演还给我发了一次 我第一次来workshop的照片 我一个大光头 然后他说我那天一直紧张的在挠头 一直在 就是我看到很多人都 都是眼熟 就可能在电视上 我都有头发 在电视上短视频都见过 我说我能行吗 我说选搭档也没想到能选到 江龙 那我俩的愿望就是一个 能留下一部作品在台上 就心满意足了 哪怕这第一轮就淘汰了 但我俩这作品是特别好的留下了 就心满意足了 没想到能留下一个杀手 还能排最后一课 把我最近那个十年公布播出来了 我就真的没想到 能有这么多效果 我就看有的那个私信 一个爸爸领着小孩 在唱叫小翻 他给我发过来了 就大家会说 我好想就是了解京剧 有的还有让我感动的是 一个乐队的哥们 他给我把他的聊天截图 给我发过来了 他说第一个是 是我们这个视频的链接 底下是一段长话 大概意思就是 我们这乐队就是 我还想再坚持坚持 就是我们已经要解散了 还想坚持坚持 我就突然就 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 通过演戏 通过演员这个身份能有 这么大的作用 太让我有价值感和成就感了 就一切都是 没想到想不到 但我这真的是 平常太不会说话了 所以我就尽量能把这个 说的已经 说的挺好 说的挺好是吧 真说的挺好是吧 我就怕我说的不好 真了不起来 你还记着你现在怎么的 你太啥 我太火了 这我确实要感谢史策 因为他知道我一直特别的 不自信 老往回缩着 他就教我要往外放 我觉得越放 就像刚才说的 我们好像越来越真实了 我从来都不哭的一个人 没有那参加这个节目 老哭 在台上哭成那样 就是越来越真实 越来越 他们老说怎么这么傻 原来怎么原来隐藏的那么好 像你刚才说 可能越没有安全感 我可能越圆滑一点 但越有安全感了 我就把我最真实的那个自己 全都给大家展现出来了 大家也都特别的 好 好 烦你 烦你 烦我 大家都太喜欢我了 太喜欢